姐妹之间的对话是不是一直都这么直白 这天 胖妈收到了姐姐小妮的信件 告诉胖妈又去了一个小岛旅游 胖妈嘴上说着一点也不限了 可当她摆放餐具时 胖妈告诉胖爸今天小妮会来参观大学 庆幸小妮终于可以上大学 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随后安慰着自己小妮都是在向自己看齐 不用去羡慕她 等到小妮来了时 胖妈十分欢迎她 谢谢我帮我帮你 胖妈告诉她自己十分开心 她可以重返校园 胖妈和小妮一起来到校园 她无处不显摆着自己曾在校园里经历的一起 可当她知道小妮要学习的是画画时 胖妈不断挖苦着学校的一切 一位学生在前面述说着学校可以让他们充分展示创造力 可胖妈说 回到家后 看着画画的姐姐 胖妈继续和胖爸挖苦她学画画 认为她就是在浪费时间 此时小妮想要问胖妈要一块没用的物 胖妈不理解胖妈为什么这么生气 随后胖妈将胖爸带到了充满蜘蛛的车祸 她掀开一块肺部 里面全是胖妈在大学时间画的画 此时小妮走了过来 问胖妈这些都是什么 我的画画是可怡 我也喜欢画画 你很严重吗 为什么我会很严重 因为你离开你的梦 我就是我的 没有 我爱画画 但我之前去学校的 因为我认为我必须得生气 而且你也应该做的 我并不放在画画 这是我的爱 爱 谁有时间去追求爱 我做时间 因为它让我愿意 帮助我的生活 帮助我的生活 不是让你更好 就是让你愤怒 你的家庭 应该来第一次 Você even know where your son is where is he where is he cani 跟 his father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晚上 胖妈想要把曾经的话都丢掉 胖爸拦住了她 I have free time something you never had and in that time I do activities I enjoy that cost money but don't bring in any profit and don't benefit my family no I just do them because they feel good because I like the tambour That was a different time Jessica Our parents were in survival mode We're not We've earned the right To carve out a little space For our interests I don't know It just doesn't feel right Look I know you thought 第二天胖妈向小咪道歉 表示支持她的喜好 胖妈回到家后 胖爸给了她一个惊喜 胖爸将曾经糟乱的车库 改造成了胖妈的画室 胖妈的车被人画上了 不可描述的东西 单纯的她还以为是火箭 她转头一看 发现是早些时候的补火商 白天胖妈来练收房子时 一切都谈得很开心 而就当这个秃头大叔 想要去拿车里的文件时 却看到对面的几个少年 吓得停住了脚 像来以虎著称的胖妈 可不在乎他们 她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 青少年调侃她 泡妈回应她 胖妈胜利地往回走去 可她没想到 她和小美收拾好房子 往外走时 发现车上被人画了东西 单纯的胖妈还以为是一艘火箭 可一旁的小美一眼 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 胖妈发现是早些时候的那几个少年 她抽出腰带就往前冲去 小美连忙拦住了她 抢走了她的腰带 大妈又脱下鞋准备丢过去 小美又拦住了她 青少年们丝毫不在意 再次调侃着胖妈 并且扬言会在万圣节那天 用鸡蛋毁了她的房子 胖妈来到了警察局 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件事 可警察认为这不过只是孩子们 在万圣节的恶作剧法 拒绝了胖妈 画面一转 胖妈推着一车的鸡蛋 遇到了少年们 声称自己已经把周围的鸡蛋买光了 可没想到少年们早就已经买好了鸡蛋 现在正好又臭又烂 万圣节来了 一家人都精心打扮准备迎接狂欢 可胖妈希望他们能和自己一起去守卫房子 胖爸让孩子们去玩玩 并且和胖妈说没关系 那只是一个恶作巨大 胖妈只好独自去守卫房产 房产外 胖妈正庆幸还有小美陪着自己 可没想到下一秒小美的丈夫就把她接走了 另一边 所有人都在开心地挨家挨护要她 而胖妈突然看到门外和自己是CP的男瓜头 想到了孤零零的胖妈 于是她开车找到了孩子们 准备了一车的鸡蛋 计划带上孩子们和不良少年门来一场鸡蛋大战 此时胖妈正在房产门口热身拦鸡蛋的动作 突然传来了一阵刹车声 胖妈十分开心他们能过来 可胖爸的鸡蛋战争计划破灭了 就当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青年时 小胖有了主意 不久后 小青年们端着鸡蛋来了 正当他们投鸡蛋时 传来了女孩的声音 最后一年轻的男孩 是一年轻的女孩 什么你们的女孩 什么你们的女孩 装着 别管它 什么你们的女孩 装着 其实我们是从一个电影 谁这些人的与你 你狗人认识 你 fooling anyone 这些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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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p the eggs losers 如果我听到 任何人的 这家人来到这家屋 我和我的女孩 都会来到你的学校 and tell everyone how you've tiny little rocket chips 原来小胖找来了 邻居少女帮忙 少年们落荒而逃 但胖妈可没打算放过她 胖妈拿起一个臭鸡蛋 向前丢去 精准命中 胖爸送小胖来到了 小胖女友孙孙家 结果约会主角 还没开始聊几句 他们的父亲 却一见如故 而这也导致了 森森和小胖 在一周年这天 提出了分手 原来 小胖和森森 已经在一起一周年了 早上小胖准备去学校时 二弟恭喜着他们 并问小胖准备了什么礼物 小胖却认为 他们的爱情 不需要礼物来粉饰 结果小胖一来到学校 就收到了森森的礼物 是他巨爱的大项链 为了回馈森森 小胖从包里 翻出了自己的老CD 森森一眼就看出来是旧的 为了补偿森森 他答应了和森森一同 去看罗密欧与朱莉 可当小胖回家后 他向爸爸诉苦 认为森森居然不知道 自己喜欢的是空中大灌烂 而是提出一起去看罗密欧 小胖没想到胖爸 也是个莎士比亚的 并且胖爸告诉他 晚上 胖爸带小胖来到了森森家 森森的父亲了解到 他们去看罗密欧与朱莉 十分激动 原来他也是莎士比亚的 胖爸趁此提出 一同去看罗密欧与朱莉 两人一拍即合 电影院里 小胖昏昏欲睡 而胖爸和森森爸爸 看得十分融洽 看完电影后 两人在一起写作业 森森向小胖提出 这时森森爸爸来了 他手里抱着吉他 提出和胖爸来一场即兴表演 就这样小胖和森森 看了他们唱了一晚上 半夜 小胖接到了森森的电话 森森终于提出了分手 正当小胖想要挽留时 胖爸接进来了电话 两个爸爸又开心地聊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 胖爸向小胖提出再次和森森一家 去看莎士比亚的作品 小胖告诉他 他们已经分手了 胖爸找到了森森爸爸 向他提出了分手 他想为了小胖的幸福 牺牲了自己 森爸表示十分可惜 回到家后 胖爸再次找了小胖 想要开导他 随后在爸爸的待遇下 小胖找了森森 提出再去看一次罗密欧与朱莉叶 虽然他们早已看过 但这一次小胖是真心的 森森跟他来到了车上 汽车上 胖妈来接3D放学 结果快轮到她是一辆车 横空插入 生气的胖妈上前领问 就在他们争吵时 传来了3D的声音 原来占车位的是 3D的最好朋友JJ的妈妈 回家的路上 3D告诉妈妈好朋友JJ快要生日了 她十分期待生日会上的冰激凌 第二天 胖妈像往常一样送3D来上学 3D告诉她可以再离学校 远一点的地方停车 他们不希望妈妈再次在学校门口 和别人争吵 胖妈告诉他们 来到学校 他们正好遇到了JJ和他妈妈 JJ妈妈找到了胖妈 并且脸带微笑地通知胖妈 3D不会被邀请去JJ的生日派对 晚上 胖妈和胖爸诉 认为JJ妈妈简直不讲道 因为他们争吵而不让3D去生日会 胖爸告诉她胖妈应该去道歉 可胖妈认为自己并没有说 第三天 胖妈找到了JJ妈妈 一声要强的胖妈为了3D 还是向JJ妈妈道歉 可JJ妈妈告诉她 第四天 3D还在纠结着应该穿什么衣服去生日会 胖妈找到了她 还是不忍心告诉3D 不能去参加生日会 她带着3D来到了生日会上 胖妈坦白她认为JJ妈妈 不应该因为他们之间的恩怨 而不要请3D 可JJ妈妈告诉她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争吵 这就是每个人 你到底在说什么 请你自己的儿子 不不不不 你正在做错 什么是在建筑场上的派对 可以再开始 好的 我的儿子是一个轻的 我不喜欢你的儿子 所以我不喜欢他 胖妈意识到了3D的错误 她找到了邻居 不明白3D为什么会这样 邻居告诉她 3D这样做都是跟她学的 可胖妈并不认为自己也这样 而就当小美和她说话时 我认为他只看着你 我们正在做错误了 对不起 你的蛋糕 这天 胖妈支开了2D 想要指出3D的错误 她以为3D是因为崇拜自己才学她 可是事实上 3D只是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人听她说的话 而JJ很听她的话 课堂上 JJ把自己画的哥哥给她看 是有着狗狗特征的一个人 JJ告诉她 这一次 3D没有在批评她 而是表示自己十分欣赏这幅画 胖爸带着小胖和2D在新建的泳池玩憋气游戏 可作为裁判的他被一个白人帅锅吸引一步开眼睛 而与此同时小胖一直在作弊 此时游戏结束 2D指责小胖作弊希望爸爸作证 可胖爸并没有看他们比赛 一向温柔的2D突然爆发了 他疯狂地砸着水 将冲气玩具丢出一楼时 生气地离去了 吓傻了小胖和胖爸 晚上 胖爸穿着白天看到的夹克回到家里 小胖和他讨论起2D白天的所作所为 认为他有时候突然生气 可有时候缺一点事也没有 胖爸说 这时2D来了 小胖希望2D解释一下 为什么白天会那样 2D大方地说我有时就会这样 小胖告诉他应该多吐露自己的心声 这样就不会突然爆发 随后小胖开始引导2D说出来 他对一些事情的不难 这时胖爸来了 说上瘾的2D对胖爸狂喷 2D又一次吓傻了他们 第二天 胖爸将自己心爱的夹克收起来准备退掉 小胖看到后找了2D 认为他昨天说的太过分了伤了爸爸的心 可2D认为是小胖让自己这样做 随后2D找到了爸爸 向他道歉 爸爸告诉他 原来2D经常会带一个罐子在身上 每当自己不爽时都会对着罐子一顿乱哄 可那天游泳时没法戴上罐子 所以那天爆发了 胖爸认为这很奇葩 他希望他们能够想一个更好的释放二弟洪荒之力的办法 一个不让别人觉得奇怪的办法 于是 胖爸带着二弟和小胖准备去泳池撒欢 可他们来到这发现泳池不见了 原来社区的人否决了这个地上泳池 原因是认为他很俗气 为了让胖爸更好理解 胖妈还不说了一句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虎的中国女人 她居然追着米国警察跑 警察被她逼停 女人缓缓走了过来 原来胖妈投资的房子遇到了不交房租的无赖 无可奈何的胖妈只好找到了警察 几天前 胖妈和邻居一起投资的房子终于整备好了 就当他们要将房子出售时 买家突然告诉他们自己并不会住 自己买下只是为了出租 这样能赚得更多 胖妈突然将她赶了出去 留下了奶奶和小美在房间里不知所措 胖妈告诉他们 买家说的没错我们租出去能更赚钱 可他们之间并没有人做过房东 中间有许多麻烦是他们都不懂 自信的胖妈大包大满 许诺自己会搞定一切 意见达成了一致后 胖妈开始面试租客 在刷走一批又一批后 胖妈对他们一见忠心 很快便和他们签下了合同 开心的胖妈回到家和合伙人们宣布好消息 可刚想给他们分钱时 银行打来了电话 告诉她刚刚存进去的支票被拒付 胖妈只好假装是别的事情 不想让他们失望的胖妈 硬着脸皮给了他们自己的钱 胖妈找到了租客 质问他们为什么会拒付 租客十分厚脸皮地告诉她 那是因为他们的账户上根本没有钱 而之前和胖妈说的工作也都是骗她的 生气的胖妈刚想赶他们出去 小美和婆婆来了 并不知情地他们开着新租的跑车来到了这里 想看看他们的租客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胖妈只好将他们一起带你 第二天 胖妈再次找到了房客 来到这里 胖妈发现他们点着外卖 玩着新买的玩具车 十分生气 为了让他们有能力支付房租 胖妈要求他们不准点外卖 不准看电视 并且要求他们通过司法考试 找到一份正经工作 两个小年轻满口答应 可当胖妈再次来到这里时 却发现他们没有丝毫改变 生气的胖妈要赶他们出去 胖妈只好找到了认识的警察 可警察告诉她法律更偏向他们 胖妈只能让他们赖在那儿 随后胖妈断了他们的水和电 本以为他们会自觉地走人 可晚上 胖妈开心地来到这里时 却发现他们浪漫地点着蜡烛 无奈的胖妈只好找到了小美 向她坦白 小美不明白为什么胖妈不一开始就坦白 胖妈告诉她因为自己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小美拿胖妈的偶像奥普拉安慰她 我认识你认识她被判断 什么? i know orlly in her career from a local news station in baltimore did she let that stop her did she give up did she take her lapel mic and go home no that's right she didn't and neither were you so this first investment property didn't work out so what the next one will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keep going and before you know it you'll have a horse farm and your own book club thank you honey 最后他们将房子卖了出去 让新的房东去头疼那两个无赖 胖爸为了展现他的男人魅力 半裸着出现在了胖妈的眼前 原来胖爸这样做都是因为昨天在床底下 发现了一堆半裸硬汉的动作电影 于是胖爸找到了邻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胖爸以为是因为胖妈认为他没有男子气概 所以胖妈只能看看电影来满足内心的渴望 胖爸认为应该和胖妈谈一谈 而邻居告诉他你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展示你的男子气概 而不是谈谈 于是胖爸便半裸地出现在了胖妈眼前 胖妈不明白他在干嘛 沟通中 胖爸得知那些动作片并不是胖妈做的 那到底是谁偷偷租了这些呢 胖爸发誓一定要揪出来这个人 半夜 胖爸发现出现了一个身影 偷偷地来取这些影片 这时胖爸冲了出来 正当胖爸不知道该如何去和二弟聊这个事情时 二弟主动说他看这些是为了研究同学们 曾经的他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 可现在同学们都变得很阴寒 他们聊天内容都变成了枪 车等等 这让二弟格格不入 所以他想通过看电影来融入同学 就当二弟提出想要用一首诗来讲一个史诗般的故事 让同学知道大脑和肌肉同样重要 可这时胖爸打断了他 他认为二弟应该学着同学们去说一些玩笑话 去融入他们 得到胖爸真传的二弟来到学校后 主动找到了同学 二弟被揍了 而这时胖爸接到了学校的电话 他来到小胖的学校 他突然明白了打架的是二弟 回家的路上 胖爸试图安慰二弟 可二弟认为都是他的错 晚上 胖爸和奶奶一起看着电影 他问奶奶自己做的对不对 奶奶告诉他 你改变自己 叫别人喜欢你 胖爸为了工作一味地迎合别人 那是伤人的办法 可二弟却只是一个学生 不该拿着一套阿谀奉承的办法去交朋友 胖爸找到了二弟 他向二弟道歉 让他坚持做好自己 其实大多时候 一味地迎合他人并不会给你带来快 坚持做好自己才是最佳的选择 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妈妈 曾经也和你一样年轻 就在白天 小胖去上学时 希望妈妈能够在她的户外课同意书上签字 胖妈拒绝了她认为这就是在浪费时间 可当胖妈和小美聊天时 小美了解到小胖和胖妈吵架了 当胖妈听到是福洛里达的殖民小镇时 她突然来了兴趣 于是胖妈晚上找到了小胖 同意了她去户外课 并且告诉她自己会一同前去 第二天 户外课上 胖妈被分到了小胖一组的监护人 小胖十分苦恼 因为平时讨厌有趣东西的胖妈 会毁掉他们的一天 此时 一旁的胖妈妈偷偷将他们喊了过去 我们去户外 什么 我看了图片 结果你的学生只会遇到福洛里达的区域 并且没有时间给那些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将自己建立的方法 这是什么维俄人士会做的 来吧 于是当其他的孩子都听着无聊的知识的时候 胖妈带着孩子们体验了许多事情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小胖的同学们都认为胖妈十分有趣 并且要将零花钱拿出来为胖妈购买巧克力 可小胖生气了 他找了胖妈 对妈 今天你玩的玩意 谢谢 Eddie 我幸好你和你的朋友们有个好处 不 我也就是你玩的玩意 那是什么 你很惊讶你的朋友们玩的玩意 不 你玩的玩意 所以他一直在能够玩的玩意 他只选不来 我还想让我把孩子们的孩子们在房间里 或者把我的小胖在船上的移民通行走 你整个时候都玩的玩意 晚上 当小胖想告诉三弟妈妈 其实也会很有趣事 胖妈走了过来催促他们做作业 有趣的妈妈又消失不见了 胖妈告诉她 有趣的妈妈不会催你写作业 有趣的妈妈不会帮你打扫房间 不会督促你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无聊的妈妈做的 第二天 当胖妈像往常一样去催促小胖起床时 小胖已经收拾好了一切 而这意味着他们早晨多出了半个小时 于是胖妈和小胖一起玩起了游戏 你敢相信吗 堂堂世界第一大国的教育系统 差点就被这个中国小子给弄垮了 这天 李国中学的校长亲自将小胖送回家 原因是小胖拒绝完成家庭作业 而小胖拒绝完成作业 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八年级一点都不重要 校长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因为小胖说的是事实 更令他头疼的是 小胖自己知道也就算了 还在学校放肆宣传他的观点 校长告诉他们 如果再这样下去 整个教育系统就要被小胖搞垮 为了阻止小胖 胖爸和胖妈找到了小胖让他完成作业 可小胖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胖妈想要打断小胖的想法 告诉她我们会将餐厅给二弟和三弟管理 可小胖又说 面对小胖迢迢有礼的观点 胖妈十分生气 自己十几年来的辛苦教育 却让小胖变成了一个 只想着不劳而获的人 这天 小胖正玩耍着回到房间 却发现自己的床不见了 原来是胖妈将她的床收走 只要小胖不做作业 胖妈就不会归还她的床 可小胖怎么会就这样折服呢 小胖将自己的T恤铺在地上 睡了起来 恰逢感恩节到了 不喜欢过感恩节的胖妈 提倡一家人一同去餐馆工作 餐馆里 二弟和三弟自从听了胖妈说 要把餐馆给他们吼 对餐馆十分上心 跟在胖爸身后细心学习 而另一边小胖 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找到了胖妈 邻居夫妇两人的八年级 都没有好好学习 而他们现在却都成了社会的精英 然后你现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富费的医生 我妈妈的企业 我妈妈的企业 我再次调查 请你再次调查 厨房里,胖爸十分伤心,餐厅是胖爸的梦想,并且现在可以让孩子们接替自己的梦想,可胖妈却好像看不上这个餐厅,胖妈告诉他 最后胖妈找到了小胖,为了断了小胖接替餐厅的心思, 胖妈免了在场所有人的咱,并表示,如果你继续这样我就将餐厅搞破产,小胖被逼无奈,完成了他的作业,系好安全带,调整后视镜,共耗时15秒2,成绩不合格,这是小胖练车的第一天,随后是与刮气的使用,路上模拟训练,最终,当小胖准备好一切,终于可以尝试启动汽车,胖爸告诉他我们下周再来, 可心急的想起,这天,一个白人的汽车抛锚了,热心的胖爸上前帮助他,可米国警察一过来就认定是胖爸的错误 偏见无处不在,胖爸自己无所谓,小胖对于自己终于可以练车的这个消息感到十分幸福,可他们还要取得强硬胖妈的同意,最终还是同意了小胖练车,并且还叮嘱胖爸要三倍训练小胖,练车的第一天,在小胖了解了汽车的基础构造和各种发车前准备后,终于可以发车时, 他却忘了检查盲区,胖爸和小胖约定好一周后再来,可这天胖爸在家里准备着教小胖认识警示标识时,他却发现小胖在开车,胖爸还没来得及慌张,紧接着就传来了一种碰撞声,胖爸冲了出来,将矛头指向了小胖,地旁的邻居离开后,胖爸认为小胖只是不明白自己这样做事在保护他, 万圣节快到了,邻居希望胖爸胖妈可以当他们孩子的交父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万圣节摆脱婴儿一下,新近奶妈小美准备了一长串宝宝清单给了胖妈,可有着三次育儿经验的皇家夫妇对此不屑一步,自信可以照顾好孩子将他丢进了垃圾桶,万圣节如约而至,胖爸胖妈来到了邻居家,他们惊讶于婴儿居然还在吸奶嘴,为了展示他们的能力,他们答应一晚就能摘掉婴儿的奶嘴, 因为他,胖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小胖用这一套就十分管理,可这事胖爸说出了这点,随后趁胖爸不在,胖妈拿出了宝宝清单,胖爸发现了,他不敢相信胖妈居然从垃圾桶里翻出来,因为胖爸以为胖妈是有办法治孩子的,而此事胖妈也承认了一个事实上后,花钱请婆婆去看孩子,至于三弟,三弟是天才,不需要奶嘴,最终无奈的他们换上了邻居的衣服,可婴儿依旧止不住哭,也就在这时,邻居回来了,看到了他们糟糕的表现,三弟正在做人口普查 可当他抬起头时自己却吓到了,他连忙跑回家找到了胖妈 听到这个消息,胖爸连忙找到了正在和邻居吵架的胖妈,胖妈听到消息立马开心了起来,两人紧张着该如何去制造一场偶遇,还准备好了一盆小树,等了许久,新的中国夫妇终于走了出来,胖妈嘴上和胖爸说着要冷静,嫌弃着他们吃自助餐居然没有带打包盒 结果胖爸一回头就发现胖妈已经冲出去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几人来到了胖爸的餐厅,说起了这些年在美国的经历,第二天,他们一起吃饭谈论起了自己的孩子 胖妈得知梅的孩子居然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十分羡慕,由于两人都喝了酒,没提出让自己的孩子来接他们,很快一辆车就开到了他们面前 胖妈开始怀疑没说的话,哈佛毕业的高材生居然在开出租吗?到家后,胖妈还在车里没有缓过进来 接着梅带着胖妈参观了自己家里,墙上都是梅孩子的画作 其中有一幅画曾经比尔盖茨想要买下,可她孩子不想让金钱玷污了自己画作 听到这胖妈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了,要知道胖妈最不愿意孩子从事的就是艺术事业 原本以为梅的孩子很成功,但在她看来并不是这样的,梅一眼就看出了胖妈对自己孩子的琵琶 这天社区的壁画展开,上面的中国小孩拿着一本数学书 没看到后十分生气,难道中国小孩只会数学吗? 她正准备离开,可胖妈叫住了她,她告诉众人不应该用刻板印象来看到他人 是的,有些中国小孩喜欢学习工作,但有些也想要是唱歌手,森业球员,或是美丽写人 他们的父母很高兴为他们的身份,而且只想要看他们这种表现,不想要你自己的孩子吗? 接着胖妈提出了让梅的孩子来修改壁画,并且向梅道歉之前带着自己的想法去批判她的孩子 梅的孩子修改了壁画,上面的五个孩子都开心地笑着 有人手里拿着篮球,有人拿着画笔和吉他等 事实上,每个人的成功不应该由父母定名,更不应该由他人定名,而是应该由自己定名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当你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来生活,这便是成功 全世界都知道胖妈的前男友是弯弯,却唯独胖妈深信她是直的 这天胖妈激动地告诉胖爸自己的前男友奥斯卡要来自己家住几天 她担心胖爸会不开心,结果胖妈没想到,胖爸反而十分开心奥斯卡会来 胖妈来到邻居家,说起胖爸居然一点也不吃她前男友的醋 邻居不理解为什么反而给胖妈补了一包 随后胖妈精心打扮了一番,出现在了胖爸面前,说自己会去和奥斯卡一起去买按摩浴缸 并且是可以试用的那种,没想到胖爸还是没有吃醋 生气的胖妈直接和胖爸挑明了 这时奥斯卡来了,他精心地为所有人准备了这个 一旁的胖妈不断地夸赞着他,可胖爸一点反应都没有 趁奥斯卡去洗漱时,胖爸告诉胖妈奥斯卡是个弯弯 结果胖妈还是不相信,胖爸只好告诉了他一个自己从没注意过的事实 胖妈的弯弯雷达完全是坏的 即便如此,胖妈还是不敢相信奥斯卡是弯的 就当他让胖爸小心自己会跟着奥斯卡跑的时候 奥斯卡穿着他的浴袍走不出来 沉思了许久的胖妈终于认清了这个事实 晚上,胖妈找到了小美 她惊讶自己居然从不觉得奥斯卡是弯的 而小美一眼就看出来了 并且在他们的毕业合照上 奥斯卡居然在看着别人 而这时胖妈想起了什么 第二天,胖妈告诉胖爸的爱情雷达也是坏的 胖爸嘲笑他这不可能 而这时奥斯卡走了出来 胖爸和奥斯卡吐槽着胖妈居然说学校女神居然喜欢自己 胖爸惊了 他告诉奥斯卡自己对他并没有这种意思 之前的一切都是误会 奥斯卡生气地离开了 而此时胖妈也很伤心 一直以来他只是想让胖爸看到自己多么地受欢迎 结果受欢迎的一直是胖爸 几天后,奥斯卡找到了胖爸 冷静下来的他向胖爸道歉 胖爸和他的经历为他带来了自信 并且他很开心看到胖爸和胖妈有着一个美好的家庭 随后,两人一起找到了胖妈 胖妈不理解为什么奥斯卡竟然是弯弯 为什么要和自己在一起 奥斯卡告诉他 论文 而这让胖妈十分惊讶 平时懒惰的小胖居然如此积极学习 小胖告诉他这是因为学校来的新老师激起了他的学习兴趣 可当胖妈问起小胖做的事关于课程上的哪一篇论文时 小胖告诉他,他道,花吃归花吃 该生气的还是得生气 他斥责着老师拿着最多的票子 但最少的货 希望他能认真对待小胖的课程 因为那是针对考入大学设计的 老师告诉他小胖所学播风 如果他不信的话可以和学生们一起听课 胖妈就这样坐在了底 不认可这种做法的胖妈生气地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要求校长开除帅气老师 帅气老师的课堂收获了学生们的好评 校长不可能开除他,除非原本的老师回来上课 于是胖妈 听到这胖妈更加生气了 他决定软禁小胖,自己在家叫他 小胖气冲冲地回到房间 几分钟后,胖妈来到小胖房间 却发现他已经翻窗逃走动了 他找到了小胖,表示很开心帅气老师能来叫他 无论他学什么都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爱好所在 但前提是上一个好解欢的事 让他们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 以此开心快乐地生活下去 而不是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看着天空 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将短裤提到肚脐眼上 这是小胖眼里标准的书呆子形象 但就是这样一个书呆子用饶舌队的小胖牙口 小胖落荒而逃 书呆子叫做西蒙 是奶奶好姐妹的孩子的孩子 由于和当地的一个家庭做了交换计划 从弯弯来到了这里 恰逢新年将至 奶奶答应了好姐妹让西蒙在自己家里过新年 而照顾西蒙的担子则放在了百事通的小胖身上 这天 小胖正在和同学们玩着饶舌 同学们被他的饶舌技巧所惊叹 而这时同学们看到了西蒙 随后 小胖带着西蒙玩起了游戏 而奶奶出来拔掉了他的控制器 奶奶希望他能够带上西蒙出去逛逛 了解一下美国的文化 小胖灵机一动 他将西蒙带到了一个DIY小熊玩具店 将他一个人丢在了那里 随后再次和同学们玩起了嘻哈 一段时间后西蒙找到了他 手里拿着两只小熊 一只是小胖 一只是他自己 小胖对此感到很不高兴 因为这是小屁孩才玩的 西蒙做自己就算了 居然还做了他 随后小胖给了旁边小黑一个信号 给他一个Bit 就在同学们为小胖欢呼的同时 西蒙将玩具熊放到了矮个手上 随后来到了小胖面前 用小胖最喜欢的东西打败了他 小胖落荒而逃 西蒙找到了小胖 希望他可以原谅自己 可小胖告诉他 你不用道歉 自己生气只是因为他太厉害了 实际上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 famous rapper 一天 Rap's just a hobby for me 我的真正的 passion is marine biology 你有看到有些Asian rappers in here? 我没有 你有一个贡献 你有一个机会 改变这个游戏 最后妞妞想问大家一句 你有freestyle吗? 第二天 小胖开心地拿着报纸上的优惠广告来给胖爸看 胖爸惊了 上面居然印着满苏打送牛排 他们来到餐厅 这里早就已经乱成胖 而餐厅里只需要两个人 于是小胖便承担起了送外卖的工作 胖爸为此买了一辆新汽车给小胖看 由于小胖未满16岁 小胖只能在奶奶的陪同下开车 小倩为平时只会学习的三弟出了一道选择题 聪明的三弟被这道题难住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出选择 二弟发现了这封有趣的情书 她想要开导三弟 问三弟喜欢她吗 天亮后 三弟像往常一样将自己引以为傲的成绩单递给胖妈签字 可她忘了自己昨晚将选择题夹在了里面 胖妈看到了三弟的选择题 泡妈认为这会影响三弟的学习 为三弟更改了答案将选择题还给她 可三弟并没有因此放弃了爱情 她将小倩约回了家 两人喝着同一杯奶茶 被突然回家的胖妈发现了 胖妈将小倩赶走 并且禁止三弟在休息时间出门 可即便如此 胖妈也管不住三弟在学校的时候 不放心的胖妈跟到了学校 当她看见三弟和小倩已经开始牵手时 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希望校长能够制止她俩的恋情 校长认为他们的思想十分单纯 这并没有关系 并且三弟的成绩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胖妈看到成绩单 心生一记 三弟和小倩一同来到学校 校长将上次的测试分发下来 而当三弟看到成绩单时 她吓坏了 她居然只得了一堆解 回到家后 三弟直奔卧室学习 并且认同了胖妈的说法 恋爱会影响学习 和小倩分手了 胖妈看到埋头苦干的三弟十分满意 这天 胖妈像往常一样带着三弟来DNY杯子 可三弟却心不在焉的 整个人如同失了魂一般 晚上 胖妈将这一切告诉了胖爸 胖妈认为三弟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 胖爸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并不是三弟没有准备好恋爱 而是胖妈还没准备好让三弟恋爱 胖爸告诉她 Jessica 这周年我认为一位母亲和胖 那些老人你移动到家里的餐厅 在你的餐厅 是和没有 但胖妈和胖的生活是一生命的 第二天 胖妈再次带着三弟去DNY杯子 在路上胖妈说出了事实 三弟得解释自己改的 三弟十分生气 不明白胖妈为什么要这样做 胖妈告诉她 三弟原谅了胖妈 来到这后 她发现胖妈并不打算下车 她在网店内看去 发现小倩正在等她 三弟明白了一切 下车前 三弟告诉胖妈 胖妈好不容易包出了脚 婆婆却要将她丢出窗外喂花栗树 恭喜你 你今年的饺子特别硬 我要把这些饺子扔到窗外的花栗树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胖妈邀请了新的中国邻居梅伊嫁来做客 看到胖妈糟糕的婆媳关系 拥有着良好婆媳关系的梅伊决定帮助胖妈改变现状 梅伊将胖妈带到了奶奶房间 发现奶奶正在看年轻语躁动 她转头说胖妈也喜欢看这个电视 结果胖妈立马拆台表明自己一点也不行了 随后 奶奶受不了他们在她耳边叽叽喳喳 关掉了电视决定去麻将棚 梅伊这时又表示胖妈也想打 提出了他们一起来玩麻将 可他们只有三个人 三缺一 于是奶奶找到了一个邻居来凑脚 逢赌必赢的奶奶一直在赢 好不容易等到胖妈糊了一把 奶奶却发现她是炸糊 奶奶这时说起了垃圾话 连金发女人都比她打得好 这时胖妈爆发了 她将排局毁了 胖妈没想到这时奶奶居然帮她说起了话 放过她吧 整个星期她在辛苦地工作 JASICA 你要不要去休息休息 那我就帮你清理这个乱地方 一旁的梅伊见词 很懂事地将金发邻居带走了 随后 奶奶又提出来 要不要自己教胖妈包饺子 我教给你我们祖传的做法 胖妈欣然答应了 这绝对是胖妈这辈子包过最好吃的饺子 国系之间关系好像就这样神奇地好了起来 胖妈还告诉了奶奶的自己一个秘密 晚餐前 胖妈和梅伊准备好所有的菜后 奶奶表示自己将会吃下鱼眼睛 可拿每年都是由胖妈吃的 胖妈不愿意 可奶奶把胖妈的秘密拿出来危险了 于是奶奶如愿地在餐桌上吃到了鱼眼睛 晚餐后 胖妈找到了梅伊 希望她能够帮助自己 而这时小胖和三弟又抬着家里 唯一一台彩色电视不知道去哪 两人突然明白了奶奶是用着麻将策略给胖妈下头 第二天 奶奶在麻将馆遇到了胖妈 原来胖妈也知道奶奶的一个秘密 她用此来威胁奶奶还给胖妈在家的王主 奶奶生气了 胖妈问奶奶是因为自己拿走了彩色电视生气 还是因为知道了她的秘密而生气 可奶奶说自己生气是因为胖妈再一次毁了她的新年 八年前胖妈吃掉了餐桌上的鱼眼睛 而在这之前鱼眼睛一直都是奶奶吃的 胖妈这样做让奶奶认为是胖妈将她推出了这个家庭 胖妈解释自己这样做是因为那是她第一次做年夜饭 自己十分激动 奶奶告诉她 以前我总是跟你一样 整天管理家庭事情 当你失掉了 你觉得没有人需要你了 那你确实有个好心 有什么东西 或许那是我们的币 我们两个精神教育 正所谓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道 小胖想要妈妈在自己的架条上签字 这样自己就可以在上课时间去爱佛森的签名会 可强硬的妈妈 表示即便教学楼着火了 她也得等到下课铃声响了才能走 一旁的胖爸也不同意此事 下午 胖爸带着爱佛森的求医表示 虽然不能让她去签名会 但是认为她申请大学所做的努力而骄傲 受到鼓舞的小胖告诉胖爸 自己也许可以通过篮球获得奖学金 听到这胖爸不得不打击她 第二天 小胖找到获得奖学金的办法 但前提是自己得写一篇 关于他最崇拜的人的文章 听到这胖爸反问他打算写谁 胖爸来到餐厅 旁敲侧打的想要引导小胖写一写他生活中的英雄 结果小胖看向了一旁的马文 以为胖爸让他写马文 小胖离开后 马文告诉胖爸 你想让小胖把你当作英雄 你就得做出行动 小胖离家只剩下一年了 你得抓紧了 于是在签名会的这天上午 胖爸来到了小胖学校将他接上了车 带他去签名会 可车开到一半 汽车出故障了 小胖担心会赶不上签名会 而胖爸胸有成竹地说自己会搞定一切 胖爸走下了车 让小胖打开音乐消磨一下时间 胖爸在引擎带前 开心地捂着 忽然汽车冒起了烟 这回汽车是真坏了 小胖走下了车 胖爸向他坦白 自己一开始只是假装车坏了 结果自己真的把车搞坏了 这样做只是想让小胖把自己当作英雄 小胖生气了 回到家后 胖爸向小胖道歉 对不起 这只是当你选择 这个妈妈每天啥也不干 一天24小时就光陪着孩子上学 为了防止三弟在学校接触不良少年 胖妈为三弟当起了陪赌 早上 胖妈发现三弟的脖子上居然戴着海洋项链 她十分惊讶 三弟表示是同学送给自己的 随后又说自己得去站后排座位 急匆匆地单肩背上书包离开了 留下了目瞪口呆的胖妈 认为三弟已经变成不良少年的胖妈又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试则校长到底是怎么管理学校的 居然把我的乖乖仔变成了这样 胖妈要求校长跟着三弟上每一堂课 然后向自己汇报 听到这话胖妈转头就走 校长则松了一口气 食堂里 三弟正在为同学表演扑克魔术 忽然胖妈从旁边窜了出来 告诉了三弟一个好消息 最后胖妈又像以往关心三弟一般关心她 胖妈的做法让三弟感觉到十分难开 课堂上三弟准备去上厕所 结果胖妈又开始关心她 无奈的三弟打电话给二弟请求帮助 表示胖妈简直要毁掉自己八年级 一点空间都不给自己 自己要去参加同学的成人 结果胖妈说 二弟告诉他让妈妈去挑个别的学校去实习 于是吃饭时 三弟开始引导妈妈要不要去别的学校实习 可胖妈下定决心要当三弟的书统 三弟只好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更改胖妈的打卡本 好让胖妈提前离开学校 可她没想到被胖妈发现了 胖妈认为是那些坏学生逼她做了 两人争吵了起来 争吵中三弟甚至还对胖妈说了一句脏话 胖妈找到了正在考试的二弟 不明白三弟为什么会这样 二弟告诉她 三弟只是长大了 开始接触新的事物 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 但这并不会让她变成另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想帮助她 你应该给她足够的空间 最后胖妈找到了正在参加成年里的二弟 Costa Boy may have overreacted A little Like just barely Barely When you showed up with the puka shells on I panicked That's not the heaven I know We're always on the same page I'm used to you telling me everything What you're thinking How your day went What grandma writes about me in her journal I didn't talk about the necklace Because I knew you'd hate it You hate a lot of stuff I do I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try things on my own I know You have to find out for yourself that things are stupid And you wonder why I don't tell you things I promise to give you your space But if you ever need the truth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Deal? Deal I just don't want some dumb Chinese dish on our menu I don't get it Are you ashamed of Chinese food? Of our culture? No, of course not I thought you were being a control freak But it's even worse than that You're a sellout 胖爸上了答题影奖金的节目 原本应该是件高兴的事 可胖爸因为不想自己的餐馆里出现中国菜 而和小胖闹翻了 不久前 胖爸为了有更多时间去开展别的业务 将餐厅交给了小胖打理 脑子灵活的小胖为餐厅带来许多良好的效应 这天 小胖从奶奶这学到了做包子的方法 并且还细心地将制作过程寄了下来 学会做包子后 小胖发明了一道菜品 他将汉堡肉放进了包子中间 一半中式 一半美式 小胖为他起名为牛包 并且向父亲提出将这列在菜单上 可胖爸果断拒绝了他 不 完全不 小胖不理解为什么 胖爸告诉他我们开的是一家牛排馆 中式融合菜并不是我们的招牌 以餐厅经营的问题将小胖搪塞了回去 小胖并没有因此放弃 几天后 他拿着自己做的社会调查找到了胖爸 2000年 亚洲美食的受欢迎程度上升了63% 并且他们可以将方形汉堡肉 切成圆形所剩的边角料用来做牛包 随后小胖又带着胖爸来到了一个餐桌前 面对小胖有力的证明 胖爸答应了将牛包加入菜单 直到这天在节目上 小胖被邀请上台 他趁机想让主持人帮助他们宣传牛包 可胖爸却不想让主持人帮忙宣传 说自己不想做虚假广告 小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胖爸说不希望中国菜出现在自己的餐馆 听到这话 小胖更加生气了 他认为胖爸居然以中国食物为耻 以5000年的文化历史为耻 他离开了台上 在下一道题开始之前 主持人问胖爸真的以中国食物为耻吗 胖爸回答当然不是 在胖爸最初开始在美国开餐馆时 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开一家中式餐厅 听完主持人的话 胖爸恍然大悟 他看向台下的小胖 向他道歉 他并不以身为中国人为耻 在他最初开餐馆时 想被视为一个美国人 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 其实不用非要站在某一边 事实上 对于移居米国的胖爸来说 他迫切地想要融入这里 周围人对黄皮肤的刻板印象 给他带来困惑 他热爱着米国 不希望受到米国人的歧视 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 可对于从小在米国长大的小胖来说 在他的认知里 他就是一位留着中国血液的美国人 并不曾因为自己的黄皮肤而感到羞耻 他 你 remembering 你相当中这一位 我根本就要是个碎屁 你还不能 fund你的 做解 你不等人 这是我 你不走 中国人 你不走 你不走 我 因为均一哥 干什么 这位 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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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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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终于搭上了回宿舍的公交车 可他突然到起了时差 睡到了终点站 并且买的礼物也不翼而飞 无奈的小胖孤独地坐在街头 碰到了一群古惑仔想要他手里的背包 小胖只好将自己唯一的背包给他们 可当小胖站起来时 天无绝人之路 落寞的小胖还是遇到了一位热心的面摊老板 老板将小胖带回了家 尝过老板面条的小胖和老板建议让他去美国开一家面馆 一定会成功的 并且说自己的爸爸有经验可以给他一些剑 老板惊呆了 我移民到美国三个年纪 我住在美国三个年纪 我住在我的宫子在几个年纪 然后我们试图开了一家店 它爆炸了 人们觉得为了 为了我的小胖和乳酱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继续在一样你的父母是很厉害的 不然他们告诉你 但我认识他们只是在我的年纪 老板 看你 随后 小胖用老板的电话打回了家 给他们报平安 表示自己对他们作为移民 在美国取得的一切感到敬佩 小胖不知道 在他离开的这几天里 整个家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胖不在家的第一天 一家人开心地来公园骑着自行车 他们都很庆幸小胖不在 这样就不会有人剪掉刹车做恶作剧 胖妈甚至还将平时珍惜的高级餐具拿出来用 因为小胖不在 自己就不用担心有人打坏餐具 即便如此 他们嘴上说着小胖不在很开心 可聊起天来却三句不理小胖 这时胖爸提出要不要打个电话 给小胖问问情况 可胖妈拒绝了 一家人陷入了沉默 胖妈试图将气氛活跃起来 可每个人都看起来十分丧 明明小胖只离开了几个小时 他们却好像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他们开始怀恋小胖高超的聊天技巧 胖妈认为自己也行 结果却是弄巧成招 第二天 一家人继续去骑自行车 胖爸和孩子们突然发现刹车没了 回到家后 胖妈告诉他们 当你们浪费时间去想小胖时 小胖并没有想他们 胖妈生气地离开了 他们知道胖妈也想小胖 他们决定想办法让胖妈将情绪释放出来 他们写了一些贺卡准备寄给小胖 并且希望胖妈在上面署名 嘴硬的胖妈嘴上说着不想念 却还是拿起贺卡看了起来 There's a pit in my stomach Because I miss you Cleber Even though you are far away I think about you night and day Point You can't tell on my face that I'm sad But I miss you Okay, fine I miss Eddie I'm just like this loose skin dog The hous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him Why won't he call 而就在这时 他们接到了小胖的电话 小胖分享起在弯弯发生的一切 几天后 小胖又闯祸了 甚至还上了弯弯的新闻 The city-wide traffic jam began when American exchange student Eddie Huang crashed the bus into a restaurant for a cheeseburger 小胖出门送个外卖 居然还能碰到这种好事 Wow, there's a note in here To the delivery boy You don't just deliver food You deliver hope that one day we will be together XOXO What?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送来的这封情书 小胖开始挨家挨户地调查 当天送了外卖的家庭 小胖很快就调查完了所有的家庭 却依旧没有发现是谁送的 他来到好友特伦特家里 这是他名单上的最后一家 可特伦家里只有他和三个姐妹 小胖直接跳过 这天 小胖正在特伦家玩游戏 这是特伦的妹妹蒂娜只开的特伦 表示了自己用了许多方式 都没敲开小胖那可爱的笨脑袋 The doctor said it's fine We should just keep an eye on it Wait You think adorable? Yeah I like you Romantically I wrote you that note on Valentine's Day But 原来那天的情书是蒂娜写的 蒂娜约小胖出门 可小胖脑子乱成了一团 一时半会给不出答复 第二天 小胖告诉特伦自己和蒂娜的事 特伦表示不希望小胖和她约会 认为蒂娜配不上小胖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小胖找了胖爸 胖爸对红发和亚裔的结合十分激动 十分支持她 可小胖不想破坏和特伦的脸 胖爸给她支招 最终小胖选择了朋友 她在蒂娜家门口徘徊了二十分钟 并且在手上写下了自己要说的话 可当她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时 她被蒂娜强拉到了甜品店 两人聊起了吃的 小胖说了自己的一个天马行空的自创菜骨拉筋饼 没想到蒂娜居然认同她的做法 晚上两人分开时 蒂娜亲了小胖一下 结果被特伦发现 小胖向她道歉 自己是真的喜欢蒂娜 特伦接受了但依旧提醒小胖要小心点 第二天 蒂娜为小胖准备了一个礼物 是烹饪学校的课程 这样小胖就能学到 为蒂娜做辣煎饼的所有技能 可小胖都忘了这件事了 那只是她聊嗨了随口提出的一件事罢了 蒂娜问她 即便这样小胖依旧不想去 她讨厌上课并且觉得十分麻烦 最终小胖提出了分手 小胖回到餐厅 特伦对她一顿劈头乱骂 小胖告诉她自己不喜欢蒂娜 一直逼自己做事情 而这时特伦说 几天后 小胖和胖爸说起自己和蒂娜的事 胖爸告诉她 当你以一个大人的身份去经营一件事情时 就意味着遇到困难不能放弃 听到这儿 小胖决定追回蒂娜 她做了辣煎饼出现在蒂娜面前 希望蒂娜能够原谅她 并表示自己会慢慢地变好 可蒂娜告诉她 胖爸想要做坏事结果 却被胖妈一把给颠晕了 原来胖爸只是想带胖妈去来的浪漫的野餐 以此来度过他们结婚的15年之痒 这段时间以来 胖爸渐渐地觉得胖妈在和自己渐行渐言 这天他们在一起擦车 这是他们以前最喜欢的事 可胖妈干到一半又被工作上的事打断了 这一切都被邻居看见了 胖爸解释到胖妈最近挺忙的 没空和自己擦车 可邻居告诉她 你应该在她心里排在第一位啊 于是 胖爸带着礼物回到了家 却发现胖妈的主编也来了 胖爸将胖妈叫到一旁 说自己可以配合胖妈甩开主编 可胖妈却不用 说完胖妈准备回去继续和主编谈话 胖爸将礼物掏了出来 胖爸没想到胖妈丝毫不在意 胖爸再次找到了邻居寻求帮助 邻居告诉她应该提升水准 让胖妈想起以前那个一见清新的她 就这样胖爸晚上穿上了浴袍 端着红酒出现在了胖妈面前 你想我把你打扰了你的头 什么 哦 什么是一句话呢 胖爸又失败了 第二天 胖爸想了别的办法 他悄悄地跟在胖妈身后 准备带她去野餐 结果却被胖妈惦记了 胖爸和胖妈坦白 认为胖妈在和自己渐行渐远 难道一点都不担心我们的婚姻吗 为什么一直都是我在努力 胖妈告诉她 警察送胖爸回家 在路上警察告诉她 大多数丈夫都是这样想的 他们习惯于被当作焦点 有时候我们想要事情 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可现实却并不那么简单 胖爸再次找到了胖妈 想要送胖妈去工作 为了防止胖妈拒绝 还把胖妈车的轮胎给拆了 胖爸开到了洗车店 我爱你洗车的车 因为我们当时有更多时间 但我只看着它从我的旁边 我明白你现在有你的书 你现在忙着 我都在这儿 所以 为了我支持 胖爸告诉胖妈 看到胖妈的事业蒸蒸日赏 自己好像害怕胖妈会离自己而去 半夜三更 小胖和同学吃着 从垃圾桶里捡来的甜甜圈 看着橱窗里的油污 赞叹他妙慢的身姿 这是小胖人生第一次半夜没有回家 回到家后不仅没有和爸爸道歉 反倒和他大吵了一架 就在昨天胖爸发现小胖居然在刮胡子 他激动地抱着小胖 突然意识到小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自打小胖出生那天 胖爸就为他准备了一把T恤刀 14年了 终于可以把T恤刀传给小胖了 并且从哪和小白一起行动 晚上 胖爸还在准备和小胖一起看电视的零食 可他发现小胖并没有在家 等到小胖回来 胖爸斥责小胖这么晚才回家 他答应小胖可以玩点小新爸爸 第二天 胖爸找到了好友倾诉小胖的事 朋友告诉他 14岁的小胖正如同青春期的功像一般 不听指挥甚至暴力 你需要拿出作为父亲的威严 一直以来你都太温和了 想要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成年人 父亲就不能和朋友的强烈要求下 小胖答应了他 临行前 小白打开了CD机 大事小胖 小胖和二弟偷了奶奶的胸罩 我最喜欢的乳罩不见了 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要学习如何解开它 他们奋斗了一整天 好不容易记上 却打不开了 二弟手都抽筋了 都才解开了两个 一旁的小胖要他别抱怨 他才弄了一个小时 而这一切的缘由都来源于莫名的青少年脸面问题 白天 胖爸的合伙人 带上了一家老小在餐厅和小胖一家聚会 大人一桌 小孩一桌 合伙人的孩子问他们知道该怎么解开胸罩吗 小胖和二弟嘴硬着说自己会 回到家后 两人认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一整天的劳累 不仅他们在攀比 隔壁大人桌也在攀比 胖妈和合伙人的妻子攀比着生活上的各种事情 从父亲到孩子 压力便来到了胖妈最喜欢的三弟这边 这天 胖妈和三弟从超市出来 发现了一个家长的车上贴上了一个标签 他们找到了校长 了解到这是学校最新推出的奖项 每个月都会评选一名 三弟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他 校长告诉他成绩并不是一切 而是要看全面发展和校园活动的参与度 自命不凡的三弟可不愿意将奖项拱手让人 他开始了争夺奖项的计划 三弟参加了学校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社团活动 可不善交际的他将所有活动的搞砸了 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听他讲话 就这样他在一次活动中爆发了 将亮片丢进了别人的眼睛里 差点将别人弄下了 校长将他送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在医生的引导下 三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天泡妈和三弟再次遇到了合伙人的妻子 两人再次开始攀比起来 泡妈说到三弟马上就成为优秀生了 而这时三弟告诉泡妈自己去心理咨询了 并且决定暂停竞选约最佳学生 一旁的金发妻子也听到了 泡妈的脸上十分挂不住 他生气地来到咨询师 指责他催眠了三弟 辅导员告诉他 有时候家长会将自己的意愿和孩子的意愿弄回 可泡妈认为他就是在胡扯 他不可能比自己还了解三弟 回到家后 泡妈告诉三弟 竟然你总要去争取最佳学生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了 总归要努力的 何不从现在做起 就这样好胜新强的三弟又振作了起来 可泡妈没想到 晚餐时 三弟一件一件地诉述着今天为胖的家庭作业 公车时刻表 以及刚好25每分零钱放进小胖的书包里 而小胖只需要每天拿着书包出门就完事了 这天 小胖回到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自己成为了国家荣誉协会的最新成员 他感谢妈妈每天帮助自己可以在每天去学校前的两分钟再醒来 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可三弟听到这话生气地回到了房间 小胖以为三弟是因为自己优秀才生气 三弟坦白自己 第二天早上 两兄弟开始赌气 三弟故意不再为小胖收拾东西 小胖不出意外的一团糟 将牙膏咽到肚子里 穿了不一样的鞋子 出门还差点忘记带作业 即便小胖没有一件事情做对了 可他依旧都完成了 看到失落的三弟 二弟表示自己还是很需要他的 结果三弟让他滚一边去 小胖走后 三弟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事实 到处游荡 邻居看到了无聊的三弟 询问他怎么了 三弟说了自己小胖的事 邻居开导他 希望他能找到别的细心的人 到家后 三弟特地准备了一束花 准备向小胖道歉 刚走回来的小胖 见此根本缺望干净了 可就在这时 小胖出现了在他面前 小胖将三弟领导走廊 掏出了三弟的作业 三弟十分开心 小胖解释到自己 今早上穿着泳衣就出门了 他以为今天是周末 于是回家拿东西时 发现了三弟落在家里的作业 三弟很惊讶小胖 还愿意为自己做这些 小胖告诉他 一碗方便面 加上切断了火腿肠 再撒上一点玉米片 这是小胖为弟弟们 准备的完美晚餐 可谁能想到精致的晚餐 背后却是如此的狼狈不堪呢 厨房被小胖弄得一团脏 妈妈要求他将厨房收拾好 才能出门 小胖和同学的聚会又泡汤了 而弟弟们沦落到 吃这样精致的晚餐 也全怪小胖的粗心大意 就在白天 小胖终于可以去车馆所 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家长 可今天胖爸需要出门 而胖妈则需要将二弟三弟 分别送去兴趣办 还需要购买今天一家的晚餐 不仅如此 工作上也有一堆事情要忙 小胖生气胖妈不送他去车馆所 胖妈告诉他 汽车上 小胖想要放歌 三弟想要吹冷气 二弟则不想吹 胖妈将他们统统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浪费汽油 二弟和三弟又闹了起来 胖妈威胁他们 如果不安静下来就掉头回家 也就在这时小胖发现车馆所过 胖妈表示忙完事情再送小胖过去 可小胖认为他是大儿子 他应该是胖妈的第一要务 胖妈将今天要做的事情 清单递给小胖看 可没想到小胖说 听到这 胖妈掉头去了车馆所 小胖终于如了心愿 可胖妈将今天要做的事都交给了小胖 小胖接受了胖妈的挑战 晚上 小胖提前回到了家 妈妈很快就发现 她忘记购买今天晚餐的食物了 小胖认为可以明天再买 胖妈告诉她 明天有明天的事情要做 这周剩下的每一天都是这样 家里已经没有食物了 可如果小胖现在去买 他就赶不上和同学约好的聚会 为了解决弟弟们的晚饭 小胖决定自己去做一些素食晚餐 而一旁的胖妈不惊胆慨 晚上 小胖为弟弟们做好精致的晚餐 正准备出门时 胖妈却拦住了她让她收拾厨房 小胖认为很不公平 弟弟们刚获得了免费又美味的大餐 应该让他们收拾 自己要开车和同学去玩了 胖妈言辞拒绝了她 第二天早上 小胖拿上车要是准备 再上同学们去演唱会 而这时二弟顶着一脸的 寻麻枕走了出来 原来小胖昨天在晚餐里 加了二弟过敏的食物 现在妈妈需要在二弟去医院 这意味着小胖今天需要送二弟去比赛 并且将烧烤价送去 妈妈今天要参加的拍卖会 晚上 小胖再上了同学们和三弟 准备完成自己的任务 汽车上 特伦想要放歌 小黑想要开冷气 小胖拒绝了他们 原因是浪费汽油 随后 同学们又闹了起来 有人要急 有人坐得不舒服 有人想要开冷气 混乱中 小胖爆发了 小胖发现自己居然变得和妈妈一样了 越想越不爽的他决定直接来到演唱会 来到这里 小胖和朋友们出神了一会 一低头发现三弟居然不见了 小胖急坏了 四处寻找着三弟 在路人的帮助下 小胖找到了他 三弟想要自己坐公车去比赛现场 小胖很生气 希望三弟跟自己回到汽车呢 他表示自己得对三弟负责 三弟否定他 听完这话 小胖决定送三弟去比赛 完成妈妈交给自己的任务 与此同时 拍卖会上 由于小胖没有送来烧烤价 胖妈在讲台上慌忙地救场 而这时小胖终于来了 小胖妈和孩子们一起看着胖爸 最爱的电影《男情岁月》 沉重的电影让孩子们哭了起来 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弄清楚胖爸 到底想要什么 胖爸马上就要迎来他的40岁生日 激动的胖爸想要带上一家人出门露营 这吓坏了他们 从没有露营过的胖爸看了《男情岁月》后突发奇想 电影中辽阔的天空 崎岖的土地 真实袒露的情感让他冒出了去露营的想法 胖妈表示自己不参与 而孩子们勉强地回答着自己很喜欢去露营 胖妈来到了邻居家 当邻居了解到胖妈还是像以往一样送胖爸领带时 他震惊了 他认为40岁是人生中重要的节点 礼物应该更有私人感情一点 随后小美将丈夫喊了过来一起劝胖妈 邻居为胖爸精心准备了一把伐木符 意味着探索世界的重要性 以及不论何时都要去建造想要的生活 可胖妈依旧认为胖爸不需要这些 这只是个普通的生日吧 与此同时 三小指也在讨论着胖爸的生日 他们并不想要去露营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想要办一个派对 他们开始精心地游说胖爸 胖爸也同意了他们 一段时间后 胖爸端着厚厚的一本派对计划来到了孩子们面前 一旁的胖妈还不明白为什么露营变成了派对 胖爸告诉他 人生只有一个40岁 这是个大事 他采取了孩子们的建议 听到这话 胖妈突然发现胖爸十分重视这个生日 那么他也不能不再重视起来了 可通过各种方式 他依旧不明白胖爸到底想要什么 无奈的胖妈偷来了邻居的斧头 送给了胖爸 胖爸十分喜欢 而这时邻居也来了 邻居并没有拆穿胖妈 胖爸走后 胖妈向邻居道歉 他担心自己并不了解胖爸 胖爸看着这把斧头是开心极了 可自己从没想过送这样的东西 邻居告诉他 当然你不会 Lewis和Mervyn有一个不同的关系 但你借斯卡 You know him better than anyone I'm sure you'll find the perfect gift And you're sure it's not It's not a tie 另一边 孩子们拿到了计划书后 只好哑巴吃黄连 开始为胖爸筹办起来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和自己在派对上一起跳舞 胖爸想要教会孩子们跳起来 三小只又勉强地答应了下来 餐厅里 胖爸兴致勃然地教着孩子们跳舞 可跳着跳着孩子们泄起了 We really have to do this? Yeah, can't we just be done? Trust me, I remember when I was first learning It's a lot more fun the more you do it None of this is fun For any of us It's just dumb But you're the ones who suggested I throw this party We're only here because you guys were so excited for it That's only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go camping with you Oh Look, this was a bad idea Sorry I wasted your time That's not what I'm... No, I get it I'm gonna make this easier on all of us Let's just cancel the party 胖妈回到家后 了解到胖爸取消了派对 孩子们认为自己毁掉了胖爸的40岁 胖妈鼓励他们 Okay, we haven't ruined it yet His birthday is tomorrow And we're not gonna let him down We just need to think What does your father like? His hair? Drying his hair? I got it Legends of the fall It's what started this whole mess Let's watch it 看完电影后 他们突然明白了胖爸想要什么 他们将胖爸带到院子里 为胖爸准备了一个惊喜 他们将荒野带回了家里 胖爸十分感动 This is the best birthday gift ever We realize that the one thing you love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is spending time with your family We also took some inspiration from that depressing movie you love You watch Legends? For Anthony Hopkins to go from Hannibal Lecter to Turtle Lolo The Range And we're sorry, Dad We made your 40s birthday all about us when It's supposed to be about you It's okay Maybe I went a bit overboard When you said my next milestone would be 50